HELLO 大家好,我是香蜜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六月最愛 又到了每月最愛的單元啦 那今天的東西品項還蠻多元的 就是有彩妝、配件、穿搭、吃的零食 很多人喜歡跟我分享零食 這些都會有,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跟你們分享的是 Inisfree的My Palette自主盤 那這個是請Tiffany從韓國幫我帶回來的 謝謝Tiffany 那我買了六顆眼影跟三顆腮紅 那除了眼影跟腮紅之外 其實它還有出打亮啊、修容啊 那每個都是單色包裝 那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色號跟質地 然後去拼湊組成這種一個自主盤 然後每個人就可以就是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這樣子 然後自主盤的部分啊 我買了一中一小 那就是有這種素色的啊 然後也有這種有塗案的、塗鴉的感覺 只是我目前到現在都還沒有裝進去 因為我就是單色目前這樣子試用 我有點捨不得把它拆開 它其實單色的包裝就還蠻好看的 那眼影的部分啊 我這六個顏色全部都用過一輪 六個顏色其實我個人都還蠻喜歡的 然後它有出霧面的、珠光的跟亮片的 我在看的時候 因為它單顆韓國定價大概是一百多塊 那其實開架的單色眼影 就是我本來對於這種比較平價的 就是期望不會落在那麼高 但是用了之後呢 就發現它其實真的非常的厲害 然後遠遠超出它的價值 它的那個眼影的粉質啊 持久度真的都表現得很好 那其中我最喜歡也最常用到的是這兩個顏色 是S7跟S25 這個S25超美 它是那種玫瑰色調 那看起來顏色很重 但是上在眼睛上是那種很漂亮的玫瑰色 那我附上一張眼妝的鏡罩在這邊 給你們參考 那腮紅的話 它也有出粉狀跟霜狀的 那它的腮紅啊 非常的顯色 就是顯色到你刷的時候 我第一次下手太重 然後整個兩個臉就紅通通的這樣子 所以它的腮紅顯色度很好 其實只要上一點點 就可以讓你的氣色看起來很好 那粉狀跟霜狀呢 我覺得霜狀比較適合淡狀 就是它的霜狀的顯色度沒有那麼的誇張 比較自然一點 那粉狀就是顯色力非常好 然後可以畫出就是很明顯很有氣色的腮紅 那目前這款台灣還沒有上市 就是只有在韓國買得到 或是要從他們的韓國官網下訂 那希望台灣之後可以趕快上市 大家可以去摸摸它的質地 就是它算是一款CP值超出我預期經驗的 就是質感跟它上妝的效果 那因為這個在剛收到的時候 我就發在Instagram跟粉絲團上 那還蠻多人問我說 會不會拍他們自主盤的試色影片 那我目前暫時還不會發 因為我之後想要發一個 開架單色眼影PK的影片 讓大家就是可以直接做比較 來做選擇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看 比較詳細的那種眼上試色的話 你們可以去看夢露跟Gina都有 出他們的自主盤影片 接下來第二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Essence的兩款睫毛膏 分別是愛無極限防水型濃密睫毛膏 以及大爺女孩防水型濃密睫毛膏 那這兩支呢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之前分享的 Essence的戰利品影片的話呢 我把影片放在上面 你們可以去參考 那他們家的睫毛膏啊 價格非常便宜 我記得一支好像是99 一支是119 反正是很誇張的便宜 那這個月呢 不知道為什麼 我幾乎你們看到的彩妝影片 幾乎每一支都是 用他們兩支去刷睫毛的 那這兩支刷起來妝感非常的像 只是說這個大爺女孩的 濃密度稍微更好一點點 然後他們在夾完睫毛之後 他刷是可以讓我的睫毛 維持就是暫停停的狀態 不會一刷然後太重就催下來 所以我還蠻喜歡 他的乾濕度還蠻適中 對我來說是非常剛好的 然後他的持久度也不錯 然後也不太會暈染 幾乎不太會暈染 只是說他的刷頭真的有點太大了 所以說有時候在刷上睫毛的時候 或是下睫毛還蠻容易去沾染到我的眼皮 但是只要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其他我覺得他整體表現 都是水準之上 因為這個價格真的是非常的物超所知 所以說如果你剛好想要找睫毛膏的話 然後你的預算又沒有非常多的話 你們可以去逛逛他們這兩款 再來第三件呢是ZARA的牛仔刺繡外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過逛街一個經驗 就是不管你逛網拍或者是實體店面 有時候你就是一眼看到那件衣服就會有一種 一見鍾情的感覺 然後這件衣服其實就是帶給我那種感覺 那時候他好像是放在那個人型model上 就是展示穿搭 這件牛仔外套搭了一件牛仔短褲 然後我那時候就經過發現 這套完全是我的菜 然後我一眼就注意到這件外套 那這件外套呢他的單寧色是非常基本 就是不會偏深也沒有偏淺 就是非常基本的單寧色系 其實是有一點點短板的 你看到他其實下擺是做這樣 不收編的抽取的設計 然後他的特色是在他的背面 他的背面有做一整排的刺繡 然後手臂這邊也有單邊做刺繡 這邊是素色的 那除了刺繡之外啊 他在很多小地方都有做這種抓破的設計 總之就是他結合了我所有喜歡的元素 包含牛仔短褲 然後刺繡以及那種破損 有點個性風格的感覺 所以我當下就是看完試穿好看之後 我就立刻把他帶回家 然後我也還蠻常穿他 像我之前po在instagram上面有的照片 我幫你這邊給你們做參考 就是穿起來的樣子 這件是我這個月真的非常常搭到的單品 像除了外面很熱的時候 我可能室內冷氣房 或是我在搭配一些背心的時候 我都會穿這件牛仔外套出門 接下來第四樣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手上的視頻們 那如果你平常看影片 有在注意底下的資訊欄 就會發現我每次其實都會附上我的上衣資訊 然後視頻資訊 或者是我臉上使用的妝容產品 所以下次如果你們對我身上的一些產品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點開資訊欄看看我沒有附上 那如果沒有附上的話 你也可以提醒我就是我去補充上去 那這個視頻品牌啊 是來自台灣一個設計師叫做HANA Jewelry 那這個女生我沒記錯的話 她好像才大學剛畢業沒多久 結果自己創立這個品牌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他們家的視頻我記得價格好像中價位吧 大概是幾百塊到一兩千塊中間 不是到那種超級便宜 但是他們的材質我覺得真的都非常好 像我這幾個啊 戴了好像快一兩個月下來 就都沒有遇到氧化或者是黑掉的問題 但是我平常有時候去買一些可能在Rubbershka的飾品 它可能更便宜 可是它的質感就沒有那麼好 可能待一段時間流汗啊什麼 它就會黑掉 那我這幾樣飾品中最常戴的就是這一個 它在網站上的名字好像叫做Elizabeth 它是比較有個性的一點點戒指 你會發現它的粗度跟寬度都比較高一點點 就是比較帥氣的感覺 然後上面這個黑色一顆顆是濕滑弱氏氣的水鑽 這個戒指我非常喜歡也非常常戴它 那如果你本身也是個飾品控呢 還滿推薦你們可以去觀光他們家的網站 接下來第五樣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DW的精煉錶 那它們之前都是出皮錶帶跟帆布錶帶為主嘛 這是它們第一支精煉錶 那它們是找我配合就是IG的發文 但是也沒有強制我要分享在影片中 但是我這個月其實真的還滿常戴到它 然後我覺得它真的做得非常的漂亮精美 所以想要跟你們做分享 那這款精煉錶啊它有出黑色跟白色的表面 然後錶帶好像有分玫瑰金跟金色 你們有興趣可以自己上去官網參考看看 那我覺得它的那個質感細節做得非常好 然後它這個鏈帶也不會去咬你的皮膚 如果說皮錶帶是比較個性文青點的感覺的話呢 金錶帶我覺得它就是比較支性氣質 還滿適合就是上班族女色 或者是如果你平常打扮比較女孩子氣點的話 就可以選擇配戴這種金鏈錶 像我上一次影片好像大家也滿多人問我這支手錶的 就是DW的這支 我覺得它非常的好看 然後它表面比較小 所以適合本身手腕比較細一點點的女生 跟你們分享 再來第六樣是 大創的紅鶴化妝包 我一口氣買了三個 這個是我那天就是我忘了 反正無意間經過大創 我就想說逛一下 結果就看到有紅鶴的商品耶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就是韓國大創最近出了一系列紅鶴的商品 可是台灣好像不知道會不會出 反正目前還沒有 但是我一看到這個我就立刻買了三種不同尺寸回家 然後它有出粉色、綠色跟藍色 但我覺得紅鶴就是應該要配粉色阿 所以我就三個都買粉色回來 那這種透明的化妝包阿 一個39真的超級便宜 它的質感其實也不會太差 就是不會做得很粗糙 然後我最近最常用的是小的這個 像我有時候出去工作拍照阿 或者是錄影片 我就會帶 把一些隨身要補妝的東西放在裡面 它其實還蠻耐妝的耶 像譬如說這個最小的喔 我把剛剛的那個 Inisfree自主盤的眼影阿 腮紅阿 全部塞進去 其實都沒有問題 你看 可以全部把它裝進去 所以像我 平常出門的補妝光這一代 就已經很夠妝了 我把它們全部裝進去 看 全部裝進去還有剩 然後我買了它一模一樣的 類型的 比較大一點點 像有時候可能 出國我就會帶到這個 然後裝比較多的彩妝來交替使用 然後也有這種比較扁的 它其實不一定要裝彩妝阿 像我有時候可能會拿來裝 充電線阿 或者是一些電腦周邊 可能電池阿 行動電源等等 就可以裝在這個包包裡 這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所以如果你們也想要找這種 小化妝包 你可以去大創逛 最後我要來分享新的零食 是這個已經快要被吃完的 奇比樂起司餅乾 這個是我上次跟皮先生去逛Costco 然後他就看到這個餅乾 就立刻抓一包 就說這個很好吃要買 然後我想說這個有多好吃 因為我很少會吃餅乾 好像比較常吃那種洋芋片吧 然後我就吃了一包之後就覺得 哇賽這個也太好吃了吧 難怪它會賣那麼好 因為我那時候去逛 真的看到很多人推車裡都有這一包 然後你看已經 它是兩包一組已經被我們吃到 剩下 剩下這樣子 剩 剩五包 然後我拆一包給你們看 我那時候吃了之後就覺得它很好吃阿 我在Instagram的現實動態上拔 然後結果還蠻多人回應我說這個很有名 然後他們還有出一個 綠色的洋蔥口味 但是我那時候沒看到 下次如果有看到的話我再去買來吃看看 它是一包這樣子 長得很像芥末黃 欸跟我今天身上的黃色很配 然後也有人叫它披薩餅 它其實是起司餅 可是吃起來有一點點披薩口味 我拆一包給你們看 每次等到吃了都很興奮 喔好香喔 它一打開就會聞到它餅乾的香味 然後它裡面是這樣 有三大片 然後每一片可以就是有個虛線 可以拆成三小片 它是這種蘇打餅的設計 但是你們看它正面的那個起司粉非常的濃 所以我在吃的時候 我很喜歡把這一面朝向舌頭 你第一口吃下去的時候 就會有很濃厚的那個起司味 我個人很喜歡吃起司 好我拆一片起來 它一片大小是這樣子 很好吃喔 那就是那種 那種 鹹鹹 然後披薩味 可是 吃起來非常的爽 就會很想要一包接一包 然後配 茶很好吃 吃完之後一定會再回頭 然後如果我買到綠色口味的話 之後再跟你們分享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跟你們分享的六月最愛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如果你們有各式各樣想要跟我推薦或是分享的產品 不管是彩妝啊 美食啊 生活小物啊 隨便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掰掰